那同樣來看吃的爭議 現在我們在外面吃飯 其實越來越多的餐廳 都有機器人送餐 開始讓有些民眾覺得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付服務費了呢 現在甚至連小吃店 都要額外收一筆嗎 台中一家連續四年 獲得必比登推薦 叫富壯元的豬腳店 貼上了公告 說如果外帶的話 要多付五塊錢的小費 那如果你內用的話 要多付十塊錢的小費 有些人是覺得說五塊錢不多 但是富起來好像有些奇怪 店家有解釋 一起看看 一塊塊浸泡滷汁的豬腳 飄來陣陣香味 充滿膠質的豬皮 包覆著入味的瘦漏 看得相當可口 這家位在台中的豬腳店 連續四年獲得米其林必比登 但有民眾PO文說 現在到店內消費 竟然要收小費 民眾PO出店家門口 貼著一張外帶收五元小費 內用收十元小費的公告 引發大批民眾留言 絕對不買 自動篩選客人機制 就是好像沒有一定要投嘛 但是如果太多提醒就太多了 再怎麼好 我覺得你這樣子的話 我也是不會去想要死 突然要收小費 民眾大多覺得就是變相漲價 實際到豬腳店店內桌上 都有放豬公的存錢筒 上面貼著請投十元小費 老闆除面解釋 這些存錢筒放了一年半了 並沒有強制民眾要投多少錢 只是為了鼓勵員工 最近才貼出收小費的公告 老闆說店內三十位員工一個人 一天要處理將近五百張的訂單 難免會批發 利用小費機制 可以啟發員工的動力 員工也出面替老闆說話 我們跟客人就是要服裝好 如果對我們有好的印象 或服務好的話 當然是好 鼓勵員工的美意 消費者的感受卻是正反兩極 老闆強調會請員工在民眾購買錢 就先告知 但不會強制收費 歡迎新聞流選張志君 台中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 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